大家好,我們是第六子 我們以bitch為著舟 我們要去尋找女人眼中最完美的男人 第一個當然就是高超 第二個就是有錢rich 再來就是帥handsome 那要怎麼樣成為婊子呢? 夠婊,你還要夠婊 你還要夠欠打 我們利用故事去模擬 當然我們需要帥哥 健身房最多帥哥 因為他們有腹肌 還有人魚線 當然他們還有最完美的胸肌 完美,perfect 我們用小美人魚作為故事詛咒 因為看起來夠可憐 所以完美,perfect OK,故事開始 OK,我們現在介紹我們的主角 對,就是他 他的名字叫做beach 看看他的眼影,看看他的指甲 就會知道他是個bitch 然後他的爸爸是在海底裡面非常有錢的國王 沒有錯 其實beach的生活也是蠻不錯的啦 他有時候就會瞞他爸 然後呢,有到岸上就是看看海啊 看看人啊 或是看一些就是 呃... diant bitch 他其實堅信他從小他媽媽告訴他的 其實你只要夠表 就上岸也不會發生什麼事 但有一天他媽就擱淺了 對,他擱淺在岸邊 然後被一個小屁孩拿樹枝在那邊出來出去 對,沒錯就登不立斷魔法吧 突然有一隻巨大強額手臂 出現他的面前 是心動而造 他眼神躲不掉 是高富帥強森 跟他享有勇力的腹肌上臂 而愛死了是全球女兒的希望 等強森看到虛弱無比的臂肌 躺在海灘上時 高富帥強森到底會怎麼做呢? of course 他直接愛上了這個女孩 他直接把公主抱回家 沒有錯,不是抱回家 是抱回他的健身房 欸,不太對喔 這個就是我們繪畫師畫的第二個版本 OK,我只能說看起來真的沒有比較好 好,總之反正他就是把他抱回他的健身房 然後強森就把他放到健身房裡面的水族箱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健身房裡面會有水族箱 然後經過我們強森哥哥的細心照料下 他為他吃一些飼料啊 都是稍微比較營養的東西 或是一些藍色小腰丸啊 後來呢,強森覺得 嗯,其實這樣子 比起一個人在裡面其實蠻孤單的 因為他平常也就是自己一個人 也不會有什麼朋友陪他 他唯一的伴侶就是他 就是可以陪他聊天啊什麼的 所以他就想說 欸,如果買一隻章魚陪他的話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呢? 於是他想呀想 所以呢,強森就帶了他的錢錢 然後去到了寵物店 其實強森也是蠻有心的啦 他其實也很認真想說 欸,要選什麼樣的夥伴 對於他的比起比較好呢? 突然他就在旁邊的水族箱看到了一個 蠻像Bitch的Bitch 嘿,第一 為什麼會選他呢? 因為他夠Bitch 看他的眼影 再看看他的指甲 喔,對不起他沒有指甲 當強森看這個章魚時 他就覺得 哇,烏拉拉 他有被驚艷到 他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漂亮 這種Bitch的女人 像這種Bitch的女人 然後他就很開心的跟老闆說 嘿,老闆 然後他就很開心的 開著他的噗噗 然後就帶著他的Otobus回家了 喔,講錯了 是健身房 當在家裡等很久的Bitch 終於等到強森回來時 他看見他手中 抱著一隻醜陋的章魚回來 那臭章魚用他靈動的雙眼 跟Bitch打了招呼 而且這幾天 Bitch還發現 那隻臭章魚竟然好像還愛上了強森 我的天 那是他最愛的強森 那隻臭章魚想打他什麼壞主意 當Bitch和臭章魚發現 他們彼此都喜歡強森的時候 於是他們扭打了起來 到最後Bitch真的人無可忍 啪的一聲 直接壯壯地打在那隻臭章魚的嘴上 其實這部分我們是有靈感的 阿公的外遇對象 賞了阿公一巴掌 那是臭章魚想起他媽媽之前跟他說過的 只要有人打你 就把他打回去 所以他啪的一聲直接衝衝打在Bitch身上 老婆小三跟正宫打了起來 阿嬤上了阿公一巴掌 而這時在浴缸外的強森 也注意到了浴缸的動靜 當臭章魚直接拿出他的海螺 準備要尻向Bitch的時候 這時強森將他的頭伸進了水塑箱裡面 看到了這一切 強森其實根本沒有什麼用 兩個女人為了一個海螺搶了起來 而畢池不小心在爭奪之中被章魚尻死了 而強森看著自己性愛的女人倒在雪魄當中 強森為了叫他性愛的女人 他用了叫叫AD 而強森也給了畢池一個真愛之吻 強森就邊親邊電擊 畢池就這樣復活了 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結束 當然一定會有問說 那隻臭章魚跑到哪裡去 因為強森之他欺負他的鼻子 非常生氣 他就把那隻臭章魚丟到了海洋裡面 然後回歸自然 因為他們覺得他在壞 也不干我的事 喔~~ 置出銀魚尺就是彼此 d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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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車上面有鼻子 d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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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車上面有鼻子 d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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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車上面有鼻子 d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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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 護車上面有鼻子 啊